每次来这种花卉公园 我都有这种想买花 想种花的冲动 这边特别适合拍照 而且藤花已经垂到了身边 刚才我看那辈子说明 下面写着 2014年被美国CNA 评选为世界十大梦幻场景之一 果然是有淡淡的藤花味 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变成花仙子了 这个花卉公园 除了有藤花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花 像杜珍花 玫瑰花 以及我身边这些不知名的花 突然明白了一个词 百花睁眼 那大家都在这边 拍我身后的这个花门 超级的浪漫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一 最近朋友圈儿小伙伴们 一直都在晒旅游的美照 小一这颗想要旅游的心 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所以趁着黄金周的尾巴 小一来到了立木县的足立花卉公园 今天就准备在这边赏赏花 看看美景 交通方面呢 有三种可以选择 首先我们可以坐电车过来 然后又或者是在日本当地 抱一个一日游 又或者可以像我们一样开车过来 那坐电车过来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 那如果是开车过来的话呢 就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而且这边停车是免费的 我买好票了 这边门票超级有意思 它是会根据当天花开的情况 然后来决定这个票的价格 也就是说票越贵花开的越美 那它最贵的时候是2100块 我今天买的这个票是1700块 那这边除了门票是浮动的 营业时间也是浮动的 像今天是黄金周 所以早上7点就开门了 小伙伴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在官网上提前看好时间 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小伙伴们快看 这一进花卉公园 就是一个卖花的专厂 每次来这种花卉公园 我都有这种想买花 想种花的冲动 但是冲动是魔鬼 要忍住 进了园 我们先去看一看薄红藤 据说它是这一遍藤花里面开的最早的 4月中旬就开了 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我们去看一看 我身后就是薄红藤 但是它已经卸光了 但是官网上写的呀 它是浅红色 淡红色 如果小伙伴4月中旬过来的话 就刚刚好能看得到 刚刚没有看成薄红藤 那接下来我准备去看一看大藤 据说大藤的颜色是紫色的 小伙伴快看 我身后就是大藤 它是这边公园的一个招牌 而且据说它已经有160多年的树林 是由两棵藤树组成的 1000平方米的藤棚 好多人都在底下拍照 这边特别适合拍照 而且藤花已经吹到了身边 刚才我看那边的说明啊 下面写着 2014年被美国CNA评选为 世界十大梦幻场景之一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个 关于大藤的故事 94年的时候 由于城市的再发展 所以这棵大藤 必须从原来的地方 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 但是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130多岁的高龄了 那经过2000多人的不懈努力 终于从原来的地方 挪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 并且成功地存活下来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幅景象 萨斯嘎奇迹的大藤 这边的紫藤花 一串一串的远看像葡萄 近看还是像葡萄 再是使劲往上瞅的话 那就是一串一串的小花了 这边的紫藤花 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八重黑龙藤 小伙伴们觉得 有没有特别的霸气 而且这边的树呢 也有一百多年的树林了 刚刚这么一路走过来 微风吹面 香味也跟着飘过来了 不愧是霸气的名字 就会有霸气的实力 现在小姨所在地 就是白藤隧岛 这条隧道从头到尾 有八十米长 走在里面 真的是太美 太梦幻了 接下来就跟着小姨的镜头 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小伙伴有没有被惊艳到 反正我觉得是美分了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长藤 我们来到了大长藤 那这边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晚上站在那个角落 往这边拍 既可以拍到上面的大长藤 又可以拍到底下水中的倒影 效果就跟我照片一样 虽然这边叫做大长藤 但是并没有感觉它很长 也可能是因为树枝太高的缘故 来了这边 就一定要尝尝这个圆的限定商品 就是这个紫色的冰激凌 据说是藤花的味道 果然是有淡淡的藤花味 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变成花仙子了 这边除了有冰激凌以外 还有什么面呀 搜尾呀之类的 光累了 也可以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黄藤隧道 小伙伴没有看错 我身后就是黄藤隧道 隧道是打好了 黄藤它还在成长中 不过等小伙伴来的时候 它可能已经茁壮成长为隧道了 它还是个宝宝 再过几年就是个大宝宝 这个花卉公园除了有藤花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花 像杜珊花 玫瑰花 以及我身边这些不知名的花 突然明白了一个词 百花争艳 看腻了藤花 还可以到我身后的玫瑰园 赏一赏玫瑰 这个园子里除了藤花有人气之外 就是我身后的玫瑰园了 那大家都在这边拍我身后的这个花 们超级的浪漫 逛了这么一圈 越发激起我想要种花养花的冲动了 选了半天 最后还是选择了一盆仙人掌 感觉它比较好养活 那今天的视频呢也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投币并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